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长了一个小小的一颗 这一盆呢 应该叫大杂烩 种了很多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 今天我的主要目标 就是把冰箱里的东西 削一削 水果 蔬菜 酸奶 酸奶还有好几瓶 都是我妈妈买的 偷偷告诉大家 一个超级好喝的 水果榨汁的一个配方 就是香梨 就小小一颗的那种 加柠檬榨出来的汁 超级好喝 酸甜度适中 然后又清香甜蜜 这个榨汁机我买了好多年了 至少三四年吧 虽然用的很少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家里比较必备的 大家觉得这么大一盆 能榨多少汁呢 好 要准备开始了 刚好满满一杯 一滴都不多 一滴都不少 然后这边就是榨干的果肉 这不是广告啊 大家就是随便买个牌子都可以 满满的一杯 我这个杯子的话 差不多有650到700毫升 在这里就提醒一下大家 你们想要榨柠檬进去的话 一定要保留那个皮 因为柠檬皮里面的那个芳香素还是什么的 它那个味道呢 就会保留到饮料里面 真的很美妙 梨子和苹果本身它的甜度就很高嘛 然后再加上柠檬的话就很相得益彰 非常的完美 比起一杯纯甜的果汁呢 我就更喜欢这种酸酸甜甜的 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面包 就摸起来沉甸甸的 我不太清楚它里面到底有什么 希望不是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东西吧 而且我最近get到了一个新技能 新技能就是利用剪刀来分面包 我的珍珠 陈珠阳 陈珠阳 它直接滚到垃圾桶里去了 算了 看一下它这个很切面 没什么不同啊 这不就个普通面包嘛 我记得店员跟我说里面是有夹心的 哪来的夹心啊 我现在两个花瓣里都没有夹心 我终于看到夹心了 就这里有一小小一坨 先来尝一下 刚刚说有夹心的那一坨 希望好吃 这面包吃进去第一口的真实感受 虽然它撒了厚厚的这个樱花粉 没有任何樱花味 很普通的那种小面包餐包的那种面包 有一点像吃饭 就外面这一层撒太多了 吃起来特别掉面 每一口都掉面啊 现在看了还完整的馅儿 就长这个样子的 不知道是什么 先尝一口 麻糬 它上面呢是一些白桃果肉 然后下面这一团就是一颗小小的麻糬 这麻糬挺好吃的 因为我是放冰箱冷藏的嘛 吃起来冰冰凉的 这个麻糬还不错诶 我作为一个不喜欢吃这种年糕 要麻糬的人 我都觉得这个麻糬也不错 但外面这个面包一般 而且吃这个面包真的太狼狈了 差点热到云决 现在开始开 先从第一个这开始 不知道是啥了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支架 然后它后面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 就是可以看书用 也可以用来立那个iPad 这是我买了一箱黄金百香果 也不知道好没好 就感觉很硬 我看一下它写的什么 咒皮的时候是最甜的 大概就是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待会我们尝一下 这个是新出的火鸡面 凉拌口味的火鸡面 它写的是三氧辣炒鸡肉味拌冷面 你煮好了面之后呢 要把它过凉水 然后放几块冰 然后再挤上它那个辣酱 然后拌起来吃 我们下次尝看 话不多说 我们先试试这个咒咒的怎么样 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黄金百香果 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百香果 那个香味道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尝一口 我觉得酸甜度刚好 没有它说的那么夸张什么 甜到可以直接入口 但因为我自己对酸的接受度比较高 不过确实比那种紫皮的会甜一点 但它整体的味道还是酸 可以果香味十足 我买的这一箱是三斤 然后二十多块钱 虽然它这个皮很吵 但真的不错 现在把书放在这里试一下 它方不方便 比如说看到了 这个表情好可爱 然后就可以把它固定住 它可以挺方便的 这种就比较适合 想要去做一些参考的时候 然后下面的iPad 就可以放这里进行一个绘画 这个我都记得 这是周迅来成都的时候 实用 今天成都实在是太热了 但是呢 我有一项要完成的计划 不能再拖了 今天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这一面墙 就是阳台上的这一面墙 把它刷成白色 OK 我的材料三件套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一头外墙漆 一个滚轮 还有一副手套 准备开始吧 我先把头发扎起来 开始 现在进来休息一会儿 我估计我再在外面待一块中暑了 现在成都的天气33度 休息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成果吧 就是这样的白墙完成 虽然说呢 比较的简陋 反正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看一下细节 其实这个墙面呢 它是有很多的 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 离远了看呢 它就是一面白墙 我觉得就OK了 刚刚下去取了 好多碗碟的快递 我现在虽然慢慢的拆 一个就是长这样的 一个焗烤的小盘子 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白色的碗 比我想象中更有分量 然后我买的是两个 我发现我们家还蛮缺这种大号的碗 结果就买了一些比较大的 第一个长这样 是个绿色的 然后里面有小碎花 第二个大碗是这种蓝色的 我发现这两个大小是一样的 只是花纹不一样 我都还挺喜欢的 这一包里面就是一些盘子 第一个盘子是绿色的 和刚刚是同一个系列的感觉 第二个盘子是蓝色的 这个更能够盛一些汤汁 另外一个盘子是个大盘子 也是绿色系的 然后在这一家 我还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个杯子 哇 我不错 虽然这个杯子只能沉凉水 不能放热水 这个容量我很喜欢 1650毫升的 可以用它来调一些夏日的饮品 我买了这么多 卖家还送了一个杯子 但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看 就长这样的 这些就是我今日份的碗碟开箱 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之前的一些餐具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起码想看打在公屏上 刚刚我用开水把新买的碗碟烫了一下 现在来搞一个酸奶喝喝 加一点蓝莓酱进去 就变成了蓝莓酸奶 再加一颗金色的百香果 哇 这颗太饱满了 不错 真的是热衷百香果 卖相一般的是 味道呢 尝尝 相当nice 有一说一 黄金百香果确实比紫皮的甜 我看到有个评论挺有意思的 他说大家到底吐不吐这个百香果的籽 他觉得嚼起来口感不佳 但吐掉呢又觉得有一点浪费 我觉得啊 这个百香果的籽 你不把它嚼碎了吞下去的话 完全没有灵魂了 百香果它果肉和籽都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百香果的籽中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维C等等 便秘的同学可以多吃一点 可以缓解便秘 哈喽大家 我是你们小星星 现在呢我还在奢侈东西 因为等一下要出差了 其实每一次听到说要出差了 我的内心就是 但是只要我们的出差目的的是重庆 那我内心的情感波动就不一样了 因为去重庆只需要坐动车 很快就可以到达 重庆真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工作之余呢 我们这次肯定会去吃很多好吃的 现在出门 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重庆 然后刚刚一下午都在工作 现在是已经回到了酒店里面 准备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去吃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火锅 但是我一点不想再录了 因为在我的视频里面 那个火锅已经出现太多次了 这次住的酒店呢 它还带一个小花园 就有一个小阳台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可以走出去 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倒影 是我今天的工作状 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正式 其实很少穿的这么成熟 现在正在追今天中午更新的说唱听我的 今年呢我最喜欢的除了摩托闪发之外 就是咖咖 说唱听我的导师Cypher好好听 我最喜欢的part是那个 诶 接个电话 哦 刚刚说到哪了 我最喜欢的part是那个 ice和蛋壳的 太好听 拿外卖归来 点的是这个 古明的 芝士不知春加多肉 少冰三分糖 然后奶盖在这里 智力时刻 不过有一天我自己买了那个做奶盖的原材料做出来 没有外面的好吃 我用到的就是奶油奶酪 拌奶油和牛奶 然后加了糖和一点肉桂粉 其实味道还行 但不知道为什么跟外面的就有差别 先喝一口带奶盖的 可以很清爽 再来尝一下它里面的多肉好不好吃 原来它的多肉就是脆波波 继续听歌 但是我更喜欢上一组的表演 因为我觉得这一组里面有一个人有点辣垮 但上一组的话大家表现都还不错 节目效果很足啊 现在我和小黑正在寻找彼此 我们准备去大剧院的旁边拍一些美美的夜景和人物照片 重庆的夜景真的太漂亮了 小黑你在哪儿 Let's go 哎呀重庆的夜景太巴死了 好漂亮哦 大家看一下小黑的身材 不是你们说他长胖了吗 不要光看脸要看全身 现在还觉得他长胖了吗 下面已经有很多人在拍照了 慢点 后面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地方呢 就是因为这边全是山包包 所以呢很多蚊子 准备了这个 这个给大家安立一下 六神的驱蚊 只养的一个滚猪 我每年都会用掉那么两三只 我们的火锅呢 是下午五点就排了队 但是现在已经八点了 还没吃上 然后前面还有六七十桌 不吹到不是白羊人 好吧 现在我们拍完准备上去了 没想到下来容易上去难 大家看我们的鞋 还有这里的台阶 下去过的人都会在这里刮两下 现在终于吹到了凉风 很凉快 我们现在要去吃火锅了 吃火锅 我们现在已经坐下来 就等大鹏老师了 他在酒店睡觉 睡了一觉之后 他刚发消息说 妆睡花了 所以他要卸个妆 再上层粉再过来 精致如汤 看看你 我已经油光满面了 但是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火锅就够了 好不我们撒一下吧 我们把金主的堆下去 然后红子已经在路上了 他来了就能直接吃 到重庆 我们都要喝火锅 来 铁子们进 你们一杯 我干了 来 我们对拍对拍 来 来 大家有点重庆吃几块 快快乐 快快乐 南湖瓜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敬拜扇 呜呼 敬拜扇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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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见见一下小葱煮火锅 到底好不好吃吧 火锅小葱推广大使 他说非常好吃 口感是什么 软粘黏甜甜辣辣 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吃荤了 距离我上一次吃南火锅 已经是半年前了 当时我们吃微微辣 都觉得辣非了 但是我们今天吃的微微辣 觉得还行 还可以 被辣死了 被辣死了 但是我觉得 辣死了 但是我觉得 现在大家就吃了 大家现在已经回到了成都 刚刚收到的一个包裹 好沉 不知道是什么 看一下 本来想耍帅 失败了 这什么东西啊 我买来本来想 跟大家做那个烤勺皮 怎么这么大一包啊 大家知道这一包多少钱吗 9块9包 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是你们小星星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